中期来看的话 可以考虑比如说三年期或者五年期的 比如大个存单 国债或者钝角型的那种分红型保险 从长期来看的话 可以配置部分的那种年轻型保险 银行理财收益率走低 就银行的理财产品 特别是短期的理财产品 可能收益率长期的存在一个下降的通道里边 那么这个时候 投资者就势必需要对自己目前的资产 进行一个重新的配置 本期理财时间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谈赚钱的技巧 说花钱的方法 告诉您钱生钱的门道 欢迎收看本期的理财时间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 将于9月16号 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此外呢 对于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 城市商业银行定向降准 这是时隔8个月后 央行再次推出全面降准 这将对市民的钱袋子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去了解一下 央行降准是为了释放更多资金到市场 通过这些释放资金刺激消费 达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也是货币调控的一种方式 降准呢 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那么存款准备金率是什么东西呢 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是有一个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就是金融机构 为了应对客户的提取存款 以及资金清算的一个需要 而在央行存的一个存款 那么根据央行的要求 存款准备金占到金融机构 存款总额的一个比率 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那么这次的降准 实际上就是降低了 这个存款准备金的一个要求 那么这次的降准过后 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从13.5%降低为13% 也就是说金融机构 每吸收100元的存款 之前需要存13.5元在央行 那么降低了以后 就需要存13元在央行 就少存0.5元 这样子就会释放 更多的流动性出来 这次降准目的是为了增加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 特别是此次 除了全面降准 还有针对省级成商行的定向降准 因为省级成商行服务的 小微民营企业更多 所以这将让小微民营企业 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 降准对我们的钱袋子当然是有影响的 然后从这次的整体降准的一个规模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释放长期的资金 大约是在9000亿 那么整体的全面降准 大概释放的资金在8000亿左右 另外针对省级的一个成商行的定向降准这一块 是可以释放大约1000亿左右的资金 然后另外这次的降准 每年大概可以降低银行的一个资金成本 大约在150个亿左右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未来银行是有可能降低贷款的一个利率的 那么这样子也可以相当于降低整个市场的一个融资成本 就是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一个发展 除此以外 降准释放了流动性 会不会有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 导致房价飞涨呢 李经理表示 从目前来看 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为这次的降准 根据政策来说 主要的资金释放的流动性 还是会进入到实体经济的行业 另外在我们国家目前房住不炒的一个大背景下 对于楼市的各项政策 实际上还在持续的收紧 所以目前这次来说的话 应该是这次的降准 应该是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最小的一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影响到的领域 就是我们的股市 然后这次的那个降准的消息 是在9月6号公布的 实际上之前市场就对这个有一定的预期在里面 就是在9月6号的那周 我们的股市也是上涨了大约4%左右 但是这点也是需要提醒一下投资者 从降准来看的话 对于股市的刺激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刺激 如果说市场需要进入一个长期的牛市的话 还是需要我们的经济能够进行一个长期的健康发展 以及企业的不断一个发展壮大 除了对实体经济产生利好 央行降准还将对很多普通的投资者 未来的资产配置理财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李经理分析指出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权益类资产 降准对股市的短期走势将会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二是理财产品收益率火因降准走低 那么降准过后 银行可用的资金本身就变多了 那么银行肯定就不会再愿意用拉高收益率的一个方式来吸收资金 另外再就是降准以后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 那么这个势必会导致货币市场以及债券市场收益率的一个下降 那么从目前的银行理财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投资方向仍然是投资在货币市场以及债券市场 那么这两个市场的收益率下降以后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势必也会跟着下降 那么随着降准的实施 以及未来资管新规正式实施以后 就银行的理财产品 特别是短期的理财产品 可能收益率长期的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投资者就势必需要对自己 目前的一个资产进行一个重新的配置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该如何进行理财配置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呢 对此李经理建议 在配置银行理财大额存单等产品时 可优先考虑中长期产品 以提前锁定收益 就我个人建议来说的话 客户这边在保证短期流动性的情况下 建议客户是拿更多的资金 配置到中长期的产品里面 就是比如说三年五年 中期来看的话 可以考虑比如说三年期或者五年期的 比如大额存单 国债或者短角型的那种分红型保险 从长期来看的话 可以配置部分的那种年金型保险 这样子相当于提前锁定了 未来长期的一个收益率以及现金流 除此以外 针对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 其实可以选择增加一些权益类产品方面的配置 从目前来看的话 选择一些长期来说业绩比较优秀 而且比较稳定的基金 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从目前整体的市场来看的话 估值水平还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 长期来看也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选择一个比较不错的品种 未来获得较高收益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另外消费者在投资理财时要充分了解各类理财产品的产品特征和投资风险 要清楚了解产品到底投下哪里 到期的投资收益是如何计算的 是否有公开的渠道定期了解产品的运行情况和收益情况 这样才能对投资产品有个清晰的理解 并据此来进一步评估投资风险 实现对理财产品更好的掌控 那么首先客户在投资理财的之前 还是要给自己留足一定的风险准备金 一般来说可以根据个人或者家庭的月支出 预留三到六个月的一个资金准备 然后第二个就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来选择相应的理财产品 然后了解产品的收益以及投资渠道 另外最后一点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提醒各位投资者 在选择投资渠道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 要警惕市面上那些所谓的高收益的陷阱 不要只看到高收益而忽视了风险 李经理还建议客户 不要将过多的资产投入一种理财产品 正所谓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因为产品集中度过高 本身也是一种风险 如果未来市场或政策出现调整 将很有可能对整体收益率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会带来本金的损失 对于市民们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了解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 风险承受能力 两方面结合做出最优选择 任何理财产品都有风险 区别就在于风险的高低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能盲目的跟风投资 在安全稳健的基础上 收好自己的钱袋子 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风险 一场意外会使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 一扫而光 所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保险 不仅是为自己提供保障 更是给家人一份安心 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爱有所寄 钱有所寄 让我们相约理财时间 一起为您构筑家庭防护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